蒋鹏龙这场比赛谁会占一些优势 对 因为在刘鹏正和蒋鹏龙呢 他们都是老对手了 有着这个多次交手的这种经历 可能刘鹏正呢 相对的赢的 这个次数稍微占稍微多了一点 但是这个蒋鹏龙呢 他特点也特别突出 因为作为纸板反交独圈的选手呢 他这个身高也很高 而且他的推档特别好 所以在比赛当中一旦把他这种 大力推挡能够发挥出来 这个比赛也是很难说的 好的 主裁判何国林 这个示意那个比赛呢 停止练习 现在比赛开始 首先呢由刘鹏正发手 短的 反手把他拨起来 掉起来同样正手 杀反手 1比0 刘鹏正1比0 刘鹏正是湖北武汉人从小到广东汉头乒乓球学校训练 能做一名中国乒乓球队的主力选手 刘鹏正应该说是这个吃苦耐劳的一个点子 现在1比0 漂亮 正手又回头 2比0 可能大家记得刘鹏正就是从2001年和这个韩国和中国的那场比赛中 大家可能记起了刘鹏正 那个时候呢是中国队呢在半决赛中是碰到了韩国队 对 当时中国队是落后的情况下 在第五局刘鹏正是 十个赛点 十几个赛点 好像是打了九个赛点吧 九个赛点 十个赛点左右 最后呢是扭转 败局反败为上 那个时候人就记起了刘鹏正 当时我记得好像说中国足球那时候也正在兴旺时候 那么很多人呢在网上写说让刘鹏正去踢前锋 可见呢刘鹏正当时呢在这个战胜韩国队的场比赛中所起到的作用 但是从那以后呢刘鹏正呢从整个状态上来讲没有继续的向上发展 但是刘鹏正目前呢是保持在中国队 除了王立琴 马林 之后也在中国队应该说是前几位的位置上 刘鹏正比较难得的是他比较稳健 心理素质比较好 所以一般的来讲呢当中国队出现空缺的时候 刘鹏正替补呢是非常合适 现在场上比分是3.2 按手拨起来 指板推挡啊应该说是一个指板运动员的一个比较挠头的地方 对 蒋鹏龙的在推挡上是比较出色的 是的因为他的这个身高也有关系 他站的高呢这个推过来的球呢比较沉 他手架的就高 但最主要我想还是他的技术 他的这个熟练性和他的对推挡的掌握 身高也非常重要 像这个过去推挡好的王川耀 西音亭 包括刁文元 推挡都好 而他们的个子都比较高 对还有周兰孙 周兰孙对 不过杨颖推挡也不错 我推挡要跟他们比起来那就算弱了了 要跟这个像这个指板正交比起来呢 我可能还可以 现在场上比分5比4 刘伯正发球 切身抢了 得手 现在场上比分是4比6 蒋鹏龙落后两分 这是双方第一局的比赛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和柳成敏和王立琴的胜者 夺前四分 蒋鹏龙呢 作为中国台北的选手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球拍呢 是日本式的五球拍 也就是 是方形的而不是圆的 漂亮 这种球拍的特点是重心比较靠下 所以打出球比一般的球拍的力量要大一些 而这种球拍一般的要从小用 如果中途改的话就很难 因为击球脸呢 它比较困难 现在场上比分8比5 刘伯正领先三分 击场 这球蒋鹏龙没有想到 突然跑在了怀里 球一发出去以后 这一低头已经看到 到了接近自己的怀里了 所以就不好测身了 现在5比9 蒋鹏龙发球得了一分 6比9 双方比赛的节奏比较快 抄起来 刘伯正反拉 这个球是打网又落到球台 这是个运气球 这样刘伯正就以10比6暂时领先 刘伯正发球 弹高抛 反手胡圈球 没有过 7比10 刘伯正对手有三个局点 打球得手 这样刘伯正就以11比7 取得了这场比赛的 这局比赛的胜利 我们请杨颖为大家点评一下 从第一局的比赛 我们看到第一个球 刘伯正就直接一个反手 变直线 也是很出人意料之外的 刘伯正在这个比赛 准备还是比较充劲 刘伯正在年底 12月份的访欧比赛当中 他的状态已经回升了很多 因为在经过这一年多的比赛 刘伯正一直保持的 就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 但是在访欧比赛当中 两战 他在德国公开赛上 4-0战胜了朱石赫 而刚刚在戒军院的比赛当中 是输给了朱石赫 还战胜过普里摩拉茨 也是在访欧比赛当中 从这比赛当中的 能够看出来 刘伯正他的状态 已经回升起来了 今天一上场 也感觉到他人比较灵活 就像有的时候 在场上显得比较慢 是的 刚才杨颖讲的 这个竞技状态非常重要 它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就像我们在生活中 有的时候这几天 精神状态比较好 有的时候就不太好 运动员也是如此 但是可贵的地方 在运动员它可以调整 一些好的运动员 一到大赛的时候 他的状态都特别好 可能他的低调呢 是在 他不是在关键比赛的时候 现在零比 蒋鸿鸿发球 白短 连续白短 第三个白短 反手棋 在双方互相摆短的过程中 就很容易出现高球 如果高球进往的话 就非常危险 现在二比零 参往重发 高了 防得好 大家看呢 这里是杨颖所说的 蒋鸿鸿个子高的优势 身高必长 所以他一伸手的话 这个球的角度呢 就够得很大 刚才这球防回去了 二比 高了 你跟刘伟正打过没有 你接过他的发球吗 我接过他的发球 而正交呢 相对呢 没有反交这么吃旋转 所以我接他发球呢 感觉呢 正交 像正交 长交 升交之类的人 他不太怕旋转 而反交就很吃旋转 刘伟正在这次反欧比赛当中呢 是输给了这个科贝尔 而在今年巴黎世兵赛当中呢 也是输给了科贝尔 八天了 那幸好呢 这次这个科贝尔没有进入这个 职业巡费赛的总决赛 要不碰到刘伯正的话呢 往往你几次输了一个运动员的话 你心里上就有负担 对 现在捷克的科贝尔 已经进入了我们中国平方球队的 蓝队的黑名单 因为在访误的时候呢 这个刘伯正的状态 现在特别好 但是最终还是输给了科贝尔 你写的是2004年奥运会的 对 现在场上比分3.5 奖风浪发球 奖风浪是在这次的7分排名里边 是排在第10位 漂亮 大家看刘伯正的这个威胁 球的威胁并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看到他准确性很高 对 这也是很难得的 在比赛当中这个打上台是最重要的 不用管力量 不要是上台 如果连台子都桌子都打不到桌子上面 那更不要再去考虑什么质量了 什么旋转了 现在6比5 刘伯正发球 所以有的时候球的长短非常重要 像这个球呢是比较长一点 正好接近刘伯正的底线 所以这样他的版型呢就容易打出高球 如果这个球稍微短一点 这个球可能就打过去 所以这个长短左右的这个变化 落点稍微差一点 就可能结果就大变 好的 这个球的落点就短了 所以呢第二跳将将没有出台 6比7 大短 刺身抢购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每一种打法都有他的这个美感 销球有销球的美感 横板有横板的美感 在讲风中那种直板 有他直板的一种魅力 A7 而且蒋风龙这种打法和金泽柱又有所不通 漂亮 8比8 到现在呢就是关键球了 这时候就看经验 只要这时候能拿一分 拿上一两分 马上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大家看蒋风龙的发球 短的 擦往冲发 注意刘伯正接发球 白短 往往用侧身用正手白短 这样呢就更比较主动 因为侧身用正手白短之后第二板的上手就比较容易 现在尝一几分8比9 好球 这个8平啊 这两个球刘伯正打得非常好 这两个球刘伯正主要在于控制上面 他这个摆短啊 还是有相当的功夫 是的 在关键时刻8比8能摆的这么短 也是靠平时的这种冲幅 高了 这样刘伯正在8平以后的关键球连赢三分 可以看出像杨颖所说 主要是在往前控制上 他的能力要比蒋蓬蓬强 那么往前的控制很大程度又在心理上 因为如果心态上不对的话 那么往前稍微劲大一点 稍微劲小一点 对 就会反应出来 这样呢 现在刘伯正是以2比0 暂时领先 杨颖你认为蒋蓬蓬今天发挥出水平来了吗 蒋蓬蓬没有把纸板的特点完全发挥出来 因为纸板呢 现在他在短球上前三板上并不是很有优势 按照常规来看 直板和横板打 你最主要靠的还是前三板 但蒋蓬蓬呢 前三板并不占上风 而打起相持来呢 刘伯正呢 一再变蒋蓬蓬的正守卫 蒋蓬蓬的这个反手大力推挡 又没有机会去推 没有机会呢 能够这个看出来这个推挡的优势 所以这样呢 刘伯正呢 还是能够现在暂时把握住这场上的这种局面 我记得有一次咱俩在交流这个乒乓球技术的时候 你说好像说起来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一个白短 然后看谁先抢 然后压反手 掉正手 就这几下 但是问题是关键 就是说在乒乓球的这个变化中 什么时候去凶 什么时候去闻 什么时候去压反手 什么时候去掉正手 这里确实学问太大了 学问太大 好我们来看一看第三局 刘伯正发球 搶攻接发球抢攻 接发球抢攻的主要的特点就是 当他一抢的时候对方就慌 因为对方在进攻的时候呢 你要接慢一拍 又一个高了 一般的呢 选手在发不转球的时候 都期待着对方搓 然后自己抢 对 所以对方这时候一挑的时候 突然一加快 有时候就想就跟不上了 漂亮 会得太远 也可见蒋风龙的防守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现在2比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乒乓球现在的发展趋势下 就不像五六十年代 说你进攻 你就永远能攻个敌人前面 所以呢 就基本不存在防守的问题 而现在不是 你进攻能力再强 你也不可能把板抢 总有对方抢你的时候 所以这时候你就处在防守 因此呢 必须要求你技术全面 要能攻又能守 对 但能攻能守的基础上 还有自己突出的特点 就是有拿别人的东西 有人像杨颖的发的抢攻 就是能够拿住别人 对于这个比较跟我交手 比较少的人 那就特别好拿住 这个发球有优点 这局开局啊 开局上来之后 这蒋风龙连续接发球的 连续的挑打 看出来这局呢 蒋风龙的处理球就比较凶了 就可能相信啊 这个出手的这种 发力的这种力量啊 要大一点 现在蒋风龙 以三分优势领先 5比3 5比2 发几场球出界了 运动员有的时候注意力啊 管注意别人了 一看他站得近 老看着他想往远发 但是这时候没有注意自己的发球细节 现在 刘国正呢 比较聪明啊 他吃了两次黑以后呢 就已经有所准备 所以蒋风龙后面的几次挑都没有得手 现在4比5 刘国正落后1分 前两局刘国正是2比0领先 这是第三局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和柳成敏和王立琴的胜者来争夺前四 这是2003年大众 汽车 国际拼联车 熊米赛组结赛 进行的是男子单打 16进8的比赛 这是暴数第二场 已经有6名选手 步了前半 通膝正好 他每一场比赛都是非常精彩的 因为能够进入世界前16 都不是 可以说来者都是不善 今天这个 看了这么多场球 我觉得 每一场的每一场球啊 每个运动员他都有发球失误 我觉得这也是个特点 可能那个运动员一般来说都没有 没有发球失误 比较少 但是呢 这个 这次比赛呢 可能因为这个 比赛的规模啊 嗯 还有这个 对于这个 重要性 和这个 刚一上场 第一场的比赛 可能对方 可能这个运动员 都不是特别的 这个 完全适应放得开 嗯 嗯 发球失误 也是从这个里面能看出 运动员的普遍的这个心理 漂亮 啊 刚才刘正用那个技术 就好像 侧旋 对 现在这个已经不是新技术了 因为 所有运动员几乎全会用这个 背面的这个侧拉 也就是说 将来这个 反手的侧拉技术 对于直板来说是必 必须的 横板呢 也当然也也得会 这个技术 现在军运最好的就是马林 嗯 那这个侧拉的要力是什么 嗯 通过看马林这个拉球 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学问 那马林他对这个打球啊 现在可能也是一个最成熟的阶段吧 他体会的比较深 他说啊 有的时候他感觉打得好的时候 连手指甲都有感觉 这个说的有点稍微夸张一点 但是他打得好的时候 他说他拉球 拉弧圈的时候 连手指甲都有感觉 我记得过去在采访邓亚评的时候 他也说过 他说呢 打球实际最终呢 是用指尖 就是 食指的尖 五指的尖 来调整 现在场上比分是10比9 10比9叫彭龙领先一分 这是第三局 这样呢 蒋鹏龙在第三局就以11比9取得了胜利 双方在前两局前三局中打成了1比2 嗯 杨一你觉得蒋鹏龙啊 呃 这个运动员值得我们 就我目前国家队的选手 值得学习他哪方面 我觉得蒋鹏龙也是 和格林卡也是一种 精神状态啊 在场上拼劲咬劲 都是很不错的 但蒋鹏龙呢 呃 他多数的比赛 我也看了很多场 但是我觉得他在场上还是属于 比较紧张类型的一种运动员 但这也是好 因为他比较认真 在场上 呃 没有说随便放弃一些 这个随便放弃一些球 所以我觉得蒋鹏龙呢 他这个 多少年他都比较认真 而且呢 这个 呃 在场上的这种拼劲咬劲跟马林 都是比较相像的 嗯 但是这个 神经类型呢 也是一种 天生的东西 是的 后天也可以弥补 那我觉得他就是属于在场上 比较紧张的一种 一种 他在比赛场非常认真 这点固然很好 对 但是他并不是那种真正比赛型的运动员 对 他在场上 对 感觉到他的出手 他的动作还是偏僵硬了一些 不是那么柔顺的 那么你觉得谁是 属于比赛型的运动员 我觉得这个马林 他的这个 呃 衔接的顺畅就相对好一些 好 我们来看看双方第四局 小龙龙发球得了一分 半高抛 短的 刘文正把球抹一板反手 所以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发球发的好 或者接发球接的好 如果一位运动员呢 打板球都让人感觉好 那么这个水平就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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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家介绍的 2003大驻汽车国际拼联职业 熊辉赛总决赛 南丹 进入八 前八名的比赛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和最后一场进入前八名的柳成敏和王立琴的胜者来争夺本次的前四名 在前面的已经结束的六场比赛是这样 瑞典选手龙布斯特意外的战胜了中国选手马林 希腊选手格林塔战胜了俄罗斯选手斯米尔莫夫 中国选手小将陈起战胜了47届神联赛冠军施拉德 中国选手王浩战胜了瑞典老将卡尔松 中国台北的张之渊战胜了韩国选手吴尚银 中国选手好帅战胜了瑞典的阿坎松 这样的八个选手将捉对厮杀也就是龙布斯特和格林卡陈起和王浩 庄志渊和郝帅将捉对厮杀进入前四名 那么这场比赛的胜果将和柳成敏和王立琴的胜果来争夺另外一个前四名 女子双打比赛还没有开始 女子双打和男子双打都是八名选手八对选手 男女单打和男女双打的总奖金数是24万美元 那么男女单打还各自有一辆 大家可以看到在场上的一辆绿的一辆蓝的 就是大众汽车的甲壳虫 甲壳虫车 也就是说除了他的奖金之外 男女单打的选手还能得到各得到一辆冠军 得到一辆那个甲壳虫的车 所以这样呢对他们的诱惑力是比较大的 好球 现在场上比分5比6 刘伯正发球 甲壳虫挑起来 行的相持 杨毅你见过没有说反手推打 比一般的人的反手 横板的反手还强的 有过的 直板如果能够在相持当中 完全的相持过这个横板 也有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但是 还是少数 直板毕竟斑面 因为他在这个 对挡的过程当中 他还要想着正手 他有一个握拍的关系 他要有一个转换的动作 然后从正手再转回反手 这是跟握拍有关系 横板就不存在 他有这个交换 这个手指的这个关系 是的 这也是由于这个握拍法的 这个生理结构方面的关系 就是直板选手的反手 他有一个翻的动作 翻压的动作 然后到正手呢 还有一个直拍的转化 手腕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样呢 就影响了他的速度 同时也影响了他的发力 但是相反来说呢 他具有了很好的灵活性 所以现在横板发球 都用直板的方式来发 现在长盘比分发比8 有蒋普通发球 擦往分发 好 刘伟正白短 刘伟正反手把球拉起来 蒋普通通直线出跌了 现在场上比分是9比8 刘伟正现在领先一分 还是蒋普通发球 8比9 这是双方第四局的比赛 会发尝尝 刘伟正确实想拉 蒋公局最短失误 现在刘伟正有了一个取点 Body 現在刘伟正发球 蒋鹏龙直接挑 后来蒋鹏龙这个切发球还是 胆量非常大 在8比10的情况下还是照样搏刹 那现在刘国梁要了一个暂停 人家说这个 中国台北队蒋鹏龙啊 张志渊还有个叫张燕书 这三个人的实力呢 应该说比较平均 对于这个明年世界锦标赛团体赛 中国台北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对手 像韩国中国台北 张志渊蒋鹏龙的他这个实力 韩国他有朱世赛 有这个吴尚银 吴尘银 这个金泽珠呢 他只能打到第三号 他要上也只能上第三号 因为他的年龄都 都记得非常大了 是的 但是有时候往往姜还是老的辣 在关键的时候 他这个经验 他也不容忽视 这样的双方在 前三局呢是二比一 刘国正领先 第四局是10比9 刘国正领先 现在刘国正发球 展龙把球调起来 刘国正拉直线 这球拉得非常果断 这样刘国正就以11比9 取得了第四场比赛的胜利 方方在前四场打成了3比1 我们请杨颖点评一下 展龙龙呢 这个发挥啊 包括他的这个出手 在技术的发挥上面呢 都比这个开局 第一局呢 要相对凶一些了 因为他和刘国正打了很多次 交手很多次 他输多赢少 但今天这比赛呢 上来他又落后 所以呢 他这个在 后来这一局 在出手上面 都是偏凶了一些 但刘国正呢 也是在积极的发挥自己的特长 比如说发球 一看到机会之后呢 能够尽量的去用正手 侧身抢攻 而在相职过程当中呢 又主动的去变对方的正走位 这样形成了一个 自己很有力的一方面 我觉得这个10比9的情况下 这个刘国良教练 这个暂停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当时 展龙龙再搏杀一个 打成10比10的话 这局输了 而新军队的局面是2比2 就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叫暂停 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好早啊 中央电视台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这是2003大众汽车国际 拼练职业行为赛总决赛 男子单打 争夺前八名的一场比赛 这里是广州市的 天河体育中心体育馆 今天也是 总决赛的第一天的比赛 在另外一场球台正在进行的是女子16进8的比赛 是由中国小将 郭越 对日本起来是小将 同高点1 那现在郭越是3比0 暂时领先 现在进行到第四局 已经接近尾声 9比5 郭越领先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刘国正和蒋鸿龙的比赛 现在方方打的是第五局 二比二 反拉 现在刘国正发球 蒋鸿龙台内挑输了 郭越领现在的这局处理呢 就是 应该注意的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不能够保守 如果一旦保守了 本身对不对 对手就发挥的不错 这一旦保守了呢 将会对这个 使对方的技术呢 更容易呢 再发挥的更更全面一些 看这局非常关键 如果小朋友那么反一局的话 就2比3了 后面呢 对他的士气会有不 如果刘国正再拿一局4比1 就结束比赛了 现在产生比分4比5 刘国正多会1分 机会球没有达到 5 杨仁现在你 我看前一段你又打了一个超级联赛是吧 对 这个超级联赛 你现在通过这个上解说台解说球 给大家讲 然后再回过头来再去打比赛 是不是脑子更清醒了 我觉得一个是脑子比以前清楚 但关键的在于还是要恢复比较重要 漂亮 美哥这个反应比较快 中间的球照样还是比较及时的 把球拉到了学线 大家可以通过慢动作看到 一年在没打一个球的时候 脚下的移动 身体的各种动作的细节都能够看到 这是刘国梁在指导 刘国梁被称为是当今的制多星 他脑子非常灵活 打球特别善于开刀脑筋 常常在决策的时候 以概率做一个基础 杨颖都说纸板难打 就说你主要要靠算计 你是怎么理解这个算计的 这个算计就是说 你想的要比其他的横板选手更多一些 而且你的预判 你的这种对对手的猜测 对球的这种判断要更早一些 如果你晚了的话 你这样没机会进行进攻 因为你靠防守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你要进攻就要有时间 有时间你就要判断 提前判断 所以对脑子要求非常高 是的 好球 这时候看出了蒋鹏龙的这个优势 推挡变现 现在刘国正发球 直线 两条直线 正手打正手打直线 反守卫还是打直线 我们知道直线是最短的 它的速度也最快 但是难度比较大 因为它短就容易出界 现在6比8 参往冲发 刘国正领先两分 刘国正把球拉起来 这个球刘国正侧身非常及时 突然发现蒋鹏龙球长 他马上侧身 位置非常好 好球 对球落点打得漂亮 这样现在刘国正是以9比7领先 刘国正发球 很高跑球 短的 请能相持 拉正手 蒋鹏龙打直线 这时候刘国正的落点拉得不好 老拉斜线的话 对方老是有准备的去拉他直线 是的 现在9比8 这样刘国正打了赛点 10比8 两个赛点 但是由蒋鹏龙发球 所以关键就看刘国正的接发球怎么样 插往冲发 控制的非常好 现在刘国正就以11比8取得了第5级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4比1淘汰了中国台北选手蒋鹏龙 倒数第二个步入了前8名 他将和接下来柳成敏和王立琴的胜者来争夺本次的比赛的前4名 我们稍后来看一看柳成敏和王立琴的比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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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